我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我醒来时会发现自己睡在好哥们的娇妻的床上,从此陷入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 第一,我的好兄弟和他老婆为俄乌战争吵起来了。 我的好兄弟王大头是个超级俄反,偏偏他老婆杨曼却又特别地同情乌克兰的遭遇。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王大头最近脾气有点暴躁,杨曼好像也没有以前那么温顺。 当时,是晚饭时间,我在他们家做客,本来,三个人正天南海北地闲扯着,其乐融融地喝着酒呢。 都怪我,也不知道是哪根神经错乱。 竟然忽然提到了俄乌局势,两口子便先是各输几件,接着是激烈争执, 再接着,王大头脸红脖子粗,一言不合,就直接对杨曼动起手来。 只听啪的一声,接着,便见杨曼脑袋一偏,飘洒的长发,刹那间凌乱,漂亮白净的俏脸,立时就半边红肿,还浮起几根特别明显的指印。 这太突然了,无论是我,还是杨曼,都完完全全没有想到。 毕竟,以前,王大头从来就没有这么过激过,而且,对杨曼还疼爱有加,挺怜香惜玉的。 房间里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 杨曼一动不动地看着王大头,一双争得大大的鲸鱼的美目里,滚出了晶莹剔透的泪水。 我也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们两口子,意识有点懵了。 王大头也愣了愣,看着自己的手,就好像是看着别人的手一般。 大概,他也有点想不到,自己怎么就没控制住对杨曼动起手来了。 但,他却没有给杨曼说半个对不起的字,更没有忙着去心疼杨曼,去哄杨曼开心,求杨曼原谅他。 他反而又拿起桌上的酒杯,一把泼在杨曼的脸上,然后转身开门而出。 在外边砰的一声重重地把门关得轰然山响,愤愤然而去了。 我忙起身去追王大头。 杨曼这个时候,却终于爆发了,歇斯底里又哭又闹不说,还猛地一把将桌子上的盘盘弯弯,稀里哗啦地推在地上,摔得稀巴烂,借着又轮起凳子,疯狂地砸起家具来。 我看他冲向那边的电视,像是要连电视也一起砸,便也顾不得去追王大头了,而是忙快跑过去,从后面一把紧紧地抱住他,没让他真冲到电视机前。 杨曼忽然就不动了,既不挣扎,也不哭闹了。 一动不动,就跟被定格了一般。 我这才意识到,我的一双紧紧抱着他要阻止他过去砸电视的手,竟然不偏不倚地抱在了他的胸上。 感情,正是我的一双手突然抱在了他的胸上,他才一下子就既不挣扎,也不哭闹,一动不动的。 他是太意外,太尴尬,或者,还有点别的。 我吓得忙慌慌地,就一边把手拿开,一边一个劲地直对他说对不起,又给他解释,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怕他砸烂电视,只顾着阻止他,情急之下,抱他的手放错了地方。 他没有说话,一张漂亮白净的脸,却更加非两抹羞红。 看来,我不解释还好,一解释,他反而更加尴尬了。 我也跟着尴尬,我忽然有点不知所措。 你知道吗,王大头不是人,他是禽兽,是变态。 好一会儿,他才忽然道,接着便截起衣服扭扣来。 我完全没懂他是啥意思,不等我反应过来,他背对虚我的上半个身子便一丝不挂地暴露在了我的眼前。 二,我直接静呆了。 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从没见过杨曼衣服底下的身子。 他的衣服底下的身子太白皙,焦好,迷人了。 尽管,我只是看到他的背影。 但,正因为只看到他的背影,我却更加充满了好奇和遐想。 不过,此时此刻,我更多的却是震惊,是触目惊心的目瞪口呆。 只见杨曼肌肤如雪的后背,伤痕遍布,像是被拳打的,脚踢的,烟头烫的,皮边抽的。 这是怎么回事? 呵呵,全都是拜你的好哥们王大头所赐。 这,这怎么可能,他一向不是都对你藤赖有加,特别的怜香惜玉吗? 呵呵,藤赖有加,特别的怜香惜玉,那只是他这个衣冠禽兽在外人面前做出的假象。 暗地里。 他却是个变态,是个虐待狂,他喜欢在手机上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网购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 边看边拿出那些网购的玩意,让我配合他照着手机上做,我必须乖乖地听话,一个稍有让他不满意,他就会对我拳打脚踢,或者用烟头烫,用皮边抽。 啊,难以置信,触目惊心事不,这还只是背面,要不要我转过身来,给你看看前面, 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让你难以置信,触目惊心。 啊,别,别。 我慌慌地道,他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我转过身来。 一股奇异的香气扑鼻而来,我只觉眼前白花花一片,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的前面是不是真比后面的伤,更让我难以置信,触目惊心,我却忽然就莫名地一阵恍惚。 然后,我脑袋一片,脚下一软,倒了下去,竟然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的时候,迷迷糊糊地,感觉身边似乎坐着个人。 我疑惑地睁开眼睛,只见窗外一片朦胧的蜀色,我竟然睡在了一间陌生的卧室的床上。 而我身边坐着的,不是别人,竟然是杨曼。 我的好哥们,王大头的老婆杨曼。 杨曼长发披散着。 有些凌乱,他正在一颗一颗地扣衣服的扭扣,他的下半个身子还在被子底下。 我能感觉到他被子底下的身子贴向我这边的肌肤的温软和柔滑。 很明显,他被子底下的身子什么也没有穿。 也很明显,我被子底下的身子也什么也没有穿。 我吓了一跳猛的。 我已记起昨晚的事来。 但,对莫名其妙就忽然昏睡过去之后的事,却依然大脑一片空白,什么也记不起。 我忙一边掀开被子,抓起床头柜上的衣服,就匆匆地往身上套,一边慌慌地问杨曼。 我怎么会睡在他和王大头的床上,王大头呢,昨晚没有回来,还有,我没有对他做什么吧? 呵呵,你以为呢,你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王大头如果回来了,你能和我睡在一张床上? 还有,你都脱成这样子了,你说你一整个晚上没对我做什么,自己会信吗? 难道,你的意思是我自己见,反过来对你做了什么,就算是我自己见,反过来对你做了什么,又有什么区别吗? 事实,还不是我们两个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你也别不相信,或者事后不承认,我昨晚可是录了下的。 整个过程,全方位无死角,包括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要不要我打开手机给你看看? 杨曼冷笑道,边说边伸过手去,拿过床头柜上的手机,便要打开给我看。 看,我又慌又怕又尴尬,得要死,哪有心思去看杨曼录下的视频,当即便阻止了他。 怎么,做都做得,还怕我播放给你看? 不是,那个,我,别滋滋无恩了。 昨晚在我身上疯狂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个多么有能耐的英雄呢,连自己最好的哥们的老婆,同时,也是你老婆最好的闺蜜。 你都敢下手,却没想到,原来也只是个银样的辣枪头。 你越是怕,越是不敢看,我就越是偏要播放给你看,还要给王大头看,给你老婆我的好闺蜜看。 啊,别,别,千万别,只要你不拿给王大头和我老婆看,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真的让你做什么都可以。 真的? 是吗?那我现在要你又回到床上来,把你昨晚对我做过的事,全都更加疯狂地再做一遍呢。 啊,这,这。 呵呵,就知道你会犹豫,会反悔,不过,我只是试试你。 也没真打算,再跟你做昨晚那样的事,纵然你的身子强悍,我的身子却不是铁打的,昨晚被你没完没了地折腾了一整夜,我现在身子骨都跟散了架似的,哪还能再承受得起? 哦,那就好,那就好,其实,只要不是昨晚那样的事,别的任何事,我都真的可以毫不犹豫地答应你的。 呵呵,别这么快就有信誓旦旦的了,如果,我告诉你,我怀疑王大头出轨,我却没有证据,我要你帮我暗中调查他,并拍下他跟那个贱女人背叛我的现场视频,你会答应吗? 哦,哦,又犹豫了是吧?果然,说一套做一套是吧? 一千扯到你的好兄弟的事,你就连自己都拿不定主意了是吧? 看起来,我还是有必要把我手机里的视频给你的好哥们和我的好闺蜜欣赏欣赏。 啊,别,别,我答应,我答应,只是,王大头他真的有背叛你吗? 有没有,你用心去调查了,不就知道了。 好,我不得不答应了杨曼,我一刻也不想再在杨曼家里待下去,我匆匆地慌慌地陶冶似地离开了杨曼家。 坐垫梯下楼,我刚走出楼洞,就看到那边的花坛边坐着一个人。 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王大头。 王大头双眼深陷,看上去特别的憔悴,一夜之间就仿佛完完全全变了个人似的。 我心下意惊,他不会昨晚一个人就在这花坛边整整坐了一夜吧。 王大头这时也看到了我,我忍不住眼睛有些闪避,他的眼睛却在审视着我,带着极许嘲讽和冷冷的恨意。 你,你昨晚一直在里,坐了整整一晚。 我很快就故作镇定,一边向他过去,一边特别同情地问他。 是的。 我哪也没去,我就在这里整整坐了一晚,一直看着楼上我们家的方向,尤其是我们家卧室的窗子。 王大头冷笑道,更加审视着我,带着太过明显的嘲讽和恨意。 兄弟,你别想得太多,其实,昨晚你走之后,我是要出来追你的,可杨曼却突然爆发了,就跟疯子一般歇斯底里的轮着凳子乱砸家里的东西,连电视都砸。 我怕他走极端,更加做出什么傻事来,我便只得留下来劝他。 哦,真是辛苦你了。 这么说来,你是整整劝了他一晚上了,这一晚上。 你的苦口婆心对他说多少好话啊,是不是一直跟他谈理想,聊人生呢? 王大头更加不容逃避地审视着我,比刚刚还要嘲讽,还要带着冷冷的恨意。 四,很明显,王大头根本就没有相信我,这也不怪他,患者是我,我也不会相信他。 更何况,我真跟杨曼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我更加一阵心虚。 但,我脸上还是强作镇定,接下来,变了些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敷衍他。 没想到,很奇怪的是,他似乎还开始有点相信我了。 我健壮,便更加来了嫡气。 我问他,都把他的好兄弟我当着什么人了? 我可是有原则的人。 更知道,朋友欺不可欺。 他要是在怀疑我,我这就跟他绝交。 话一说完,我还故意愤愤然地拂袖而去。 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一刻,我更多的是在虚张声势,似机而逃。 他没有叫住我。 朋友欺不可欺。 我听到他在身后反复地念叨,像是感触很深的那种。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更加相信了我。 接下来,我去了公司。 坐在办公室,我一整个上午都在纠结矛盾。 直到下午,我才终于一咬牙,给文静打了个电话,让他来我办公室一趟。 文静是我手下最可靠的美女业务员。 人如其名,文文静静,不多言多语的,除了对我的绝对忠诚外,业务能力也相当地强。 文静很快就敲开我的办公室门,一边进来,一边笑说,他正有事准备来找我呢。 不想,我却给他打电话了,接着便问我有什么吩咐。 我便让他先说,他却有点犹豫了,说,也不知道,他当讲不当讲。 我便有些疑惑了。 难道,是我手下那帮业务员,有人背后说我的坏话? 可以文静的性格,也不应该是个打小报告的人呀。 但,我还是让他不要顾虑,有事就直说。 他便这才告诉我,他今天路过机场附近时,看到一个女子进了如来酒店,特别像嫂子。 不等我答话,他便忙又笑着,向我解释,也许,他是看花眼了。 毕竟,当时,他只是开车路过,黄眼间也只是看到了那女子的侧影,并没有真正看到那女子的脸,只是感觉有点像而已。 我便笑笑,说,肯定是看错了,按照日程,我老不出差,至少还要好几天才会回来呢。 他便更加点点头。 特别好看的笑说,一定是这样的,接着,又问我打电话叫他来有啥事。 我这才通过微信,把我朋友圈里的王大头的相片转发给他,然后,告诉他,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他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只负责帮我暗中盯着这个人就行。 文静挺好奇的,不过,却没有打听,只是特别好看地笑着,无比坚定地点了点头,见我没有别的事,便告辞离去了。 下班回到家,我打开门,餐桌上竟然摆满了一大桌热气腾腾的好菜,还有一瓶酒。 厨房里更是传来了我老婆一边忙碌,一边愉快地哼着歌曲的声音。 我老婆竟然真的提前回来了,我说不出的惊喜,但忽然又记起,之前在办公室里文静说的那番话来,心中莫名地就有点疑惑,刚刚才涌起的惊喜也随之消减了不少。 五,我老婆听到我开门进来的声音,也很快便又端着盘菜,一边从厨房里出来,一边笑问我,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 我老婆跟杨曼一样,长发飘飘,高挑娇好,是那种看上去特别冰清郁洁,超凡脱俗的角色女子。 我只觉她那一笑,十里桃花都开了。 我心里的疑惑便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的小别重逢的惊喜。 我忙快不过去,忍不住就从背后一把紧紧地抱住了她,扶下脑袋去便要在她耳边一阵亲吻。 她却笑着伸手轻轻推开我,说今晚有大把的时间呢,急傻,先吃饭吧。 没看她给我准备了这么大一桌好酒还菜,还特别强调,那瓶酒是她这次出差一个朋友送她的,说是喝了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特别有好处。 今晚正好她和我都喝喝,然后就可以检验检验这酒是不是真有她朋友吹嘘得那么神奇了。 我便急不舍地松开了她,接下来,我们便喝酒吃菜,其乐融融,当然,更多的是小别圣新婚的期待和迫不及待。 没多一会儿,我们便酒菜都吃得差不多了,然后直奔浴室去洗了个鸳鸯枣,就双双抱着,滚在了我们卧室里那张宽松大床上。 小别圣新婚,接下来的疯狂和不知疲倦已经没完没了,自然是人之常情,不必细数。 也不知道是多久之后,雨收云些,她香焊淋淋地躺在我怀里,用手织起长发有些凌乱的脑袋,拿包葱一般的仙纸,一边轻轻地在我的胸膛上滑着。 一边笑说,想不到,她朋友真没欺骗她,这酒还真够神奇的。 我便笑说,难道真是酒的神奇,而不是她老公我本来就有这么厉害? 她便更加笑了起来,连连说,酒也神奇,当然,她老公我更厉害。 我听得更加笑了起来。 那一刻,我是多么的舒坦,满足,自信而又得意。 然而,我一个不经意的眼神,却在她血液般白皙的胸前看到了一道不太明显的像是被指甲划过的划痕。 我忍不住就问她,这是怎么了? 她略略愣了愣,便笑说,感情是我刚刚只顾着疯狂。 半点也不连香西域给抓了的吧。 我轻轻地呕了声,更加特别心疼,特别歉意地把她搂在怀里,好好的疼了她一会儿,然后跟她一起渐渐地睡着了。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一如既往,我跟我老婆过得特别的和谐而有恩爱。 我老婆还带着我一起去王大头家做过课。 王大头和杨曼对我和我老婆的到来都特别的欢迎。 他们两口子看上去也特别的恩爱,就好像没有发生那天那件特别不愉快的事那般。 尤其是杨曼,看到我表现得特别的自然。 如果不是我自己亲身跟她经历过,连我自己都不会相信, 她会是那个曾经跟我在她和王大头的床上发生过那样的事的人。 从他们家离开,我都有点怀疑,杨曼是不是跟王大头又重归于好, 王大头不再是那个变态狂,虐待狂, 他也没再打算让我暗中抓王大头背叛的证据了。 然而,第二天,我刚到德办公室,便接到了他打给我的电话。 他问我他让我办的是怎么样了,我不会根本就没有去办吧, 怎么这么多天过去了半点消息也没有,还让我抓紧时间。 他已经受不了王大头了, 他一刻都不想再跟王大头这个变态加虐待狂在一起了, 再这样下去,他都要疯了, 他要跟王大头离婚,越快越好。 我如果再不把他让我办的事放在心上, 他就只好把那天晚上拍下的手机视频转发给王大头和我老婆了。 我吓得忙连连一边让他别,千万别, 一边向他保证,我一定抓紧。 他便又说了句,当时真有了情况, 务必第一时间告诉他,他也要和我一起亲临现场。 然后,在那边恨恨地把电话挂断了。 我便也给文静打了个电话, 让他一定更加把王大头盯紧点, 只要王大头那边稍有风吹草动, 务必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我。 六,又是差不多一个星期过去了。 这天,文静终于给我打来电话, 告诉我,王大头开车去了如来酒店, 王大头去之前接了个电话, 像是他真有个情人, 那女的在如来酒店开好房, 才打电话给他,让他赶过去的。 我便让他继续给我盯着, 我这就赶过去。 挂断电话, 我却没有第一时间直奔如来酒店, 而是拨打了杨曼的电话。 他那天不是在电话里特别强调, 他也要跟我一起亲临现场吗? 这样更好, 到时, 他冲在前边, 我走在后面, 这样, 王大头便会以为我是他带去帮忙捉奸的, 而不是我派人暗中调查他, 然后通知并带杨曼去的。 杨曼的手机却关了机。 杨曼也真是的, 早不关机吃不关机, 偏偏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关机。 我心里那个即可想而知。 杨曼在城南开了家工作室, 专门交信区班的孩子学习古乐器。 我忙开车直奔他的那家工作室。 道德工作室里边鸦雀无声, 空无一人。 我更加急了起来。 这时, 工作室后门外却忽然传来一阵鼓琴声。 我忙快不过去, 推开了工作室的后门。 便见后门外竟然是一处庭院。 庭院内风和日丽, 小桥流水, 鸟语花香。 杨曼身着古装, 坐在古琴前, 雪白的仙纸灵动, 表情清冷而又投入。 我一时竟有点恍惚, 就仿佛穿越到了某个朝代, 看到了个绝美的深宫怨妇, 在用一双灵动的仙手, 借助琴弦诉说满腔的心事。 我轻轻地走过去, 没有打扰她。 我就那么站在那身边, 默默地欣赏。 她似乎也没有看见我。 她的仙纸更加灵动, 琴声忽然由缓转急, 如乱石穿空, 惊涛拍案, 更像极了她满激烈碰撞的凌乱心事。 忽然琴弦断裂, 满园济然, 只有粉色的花瓣, 无声地纷纷扬扬飘落在古琴上。 她表情依然清冷。 那些纷纷扬扬的花瓣, 却在经过她清冷的脸庞时, 黯然失色。 有消息了。 嗯, 如来酒店。 好, 她离开古琴, 和我急急出门。 她上了我的车, 一路急迟, 直奔如来酒店。 道德酒店, 文静早已在那里等着, 递给我们一张房卡。 杨曼自文静手里一把抓过房卡, 便和我急急地坐电梯上楼。 道德楼层, 杨曼更是没有丝毫耽误, 快走几步, 刷开了房门。 我远远地站在杨曼身后, 还是从杨曼的肩侧, 看到了房间里的那张宽松大床。 大床上, 王大头光着肥胖臃肿的身子, 对列突如其来地闯入房间的杨曼, 目瞪口呆, 一阵愕然。 一个同样什么也没穿的, 长发有些凌乱的女子, 啊得惊叫一声, 慌慌地扯过被子, 严严地把自己遮挡了起来。 只是, 她是侧队一门这边的, 她的脸又被有些凌乱的长发遮挡着。 我便没能看见她的庐山真面目, 杨曼却是恨恨地骂了句贱人, 便更加快步过去, 抓着被子一把猛地扯了开来。 这一次, 再没有了任何遮挡, 我终于看到了那女子的脸。 那一刹那, 我震惊, 我愕然, 我目瞪口呆, 一动不动, 心, 却痛得如刀割一般。 只见那女子不是别人, 竟然是杨曼的好闺蜜, 我的老婆。 就在这一天, 我永远地离开了这座让我不堪回首的痛苦到极点的城市。 只不过, 我不是一个人, 跟我一起的还有杨曼。 在这一天, 我认识这种想法。 感谢观看